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一夜黄飞》 作者 悠然 演播 叶黎 后期制作 野心 第十一集 不是那样的 只横咬着一字一句 竭力压抑心中的委屈 他想要解释 那天他不过是想要利用四月的度火而已 可李昭楠却甩身冷横 那是什么 身为一王侧妃 不知廉耻 向别的男人投怀送抱 我亲眼所见 还敢说不是 只横感到一阵晕血 整个身体摇摇欲坠 多日以来的奔波 终于令他不能承受 他目光空洞 无力地辩解着 不 不是你看到的那样 我只不过是想要利用 利用美色 李昭楠 声色俱沉 你对我何尝不是用美色诱惑 对于你 眼前的男人是谁 恐怕根本不重要吧 终于不能支撑 云儿一眉能抚稳他 他颓然跌坐在地 难难地反驳着 声音虚软无力 不 不是的 我只是想 够了 本王没空替你先扯 李昭楠转身而去 既然这样 你又为何要救我回来 只横将身体里 谨慎的力气 用在这一句声 他终究泪流满面 他没想到 回到李昭楠身边 竟会是这样的局面 他甚至不给他 一句解释的机会 李昭楠站在原地 许久 风冷冷开口 哼 我李昭楠的东西 即使不要了 也绝不许他人染指 说完 他静止而去 伪暗的身影 逐渐淹没在 南月冷冷的夜色里 只横泪水决堤 却没有办法 他没有机会解释 他不给他 半课解释的机会 他只接眼前一阵 扑天盖地的晕血 云儿扶着他 一流下了眼泪 只横失神地 坐在地板上 可笑自己 这一世 恐怕都要在 迭起的流言里 背负着荡妇的骂名 却不允许他辩解一句 从前是 现在 还是 他望着李昭楠 离去的方向 默得迷茫 他如月离开了皇宫 离开了北明 可前路 又在何方 他闭目流泪 呼得纠通不已 原来 那晚寒夜月下 不仅仅有素月一双极度的眼眸 更有李昭楠 绝情冷酷的目光 之后的几日 李昭楠再也没有出现 南越国 以逆风光 他无心欣赏 他日夜站在窗前 望着窗外人来人往 还有守卫 日夜守在他的房门前 他无奈苦笑 没想到 他放弃了尊严 放弃了一切 最后只不过是从一个牢笼 逃到另一个牢笼而已 守卫不许他与云儿踏出半步 送的饭菜倒是清淡可口 不曾怠慢 只是李昭楠究竟要怎样 如果真的相信了他所见到的 所谓事实 那么为何不将他遣送回北明国 如果他说的只是气话 可是这么久了 却为何依然不听他的解释 更为疑惑的是 李昭楠竟然在那一夜 便在客栈外目睹了所有 那么便并非素月 连夜报信给李昭楠 自己原还奇怪 凭素月一介女子 怎么可能仅仅一夜之间 便折个来回 那么素月又去做什么呢 他故意拖延时间 便必是得到了准确的消息 而李昭楠又为何不趁夜救他 非要等到来日中午 这些未解的谜团 在心里层层跌跌 却没有人可以解释 三日后 大元派来孙守波 暂时接管南岳城 天将军李昭楠奉赵回京 此番对南岳大胜 李昭楠功勋再胜一层 纸横与云儿的马车 被安排在大军中间 一路颠簸 纸横身子渐渐不能承受 这些日子里的劳碌 仿佛一息爆发 他频频干呕 却吐不出什么 行中愈发憔悴 萧瘦的身子似不可金衣 李昭楠衣时倒不亏他 为他备了华美衣裳 只是这身华衣 他却穿不出丝毫情味 他挑恋而望 只见李昭楠 熏昂的侧影 在赤雷阳光下气度非凡 大军浩浩 尘土飞扬 似乎整片土地都在颤抖 这只长盛之师的威武浩荡 尽收眼底 纸横不由地忘记了些许难过 一连几个昼夜 是夜行军 奸程千里 终于踏入大原国境 五万大军不可尽数进城 李昭楠只带三千惊骑 通纸横的马车而已 却足可震动大原京都 鸾阳城 天将军班师回朝 皇帝亲自出宫相迎 犒赏三军 上至皇亲国戚 下至平头百姓 无不涌到入城道旁 夹到相迎 正午时分 礼乐齐名 玉林军利临两侧 挡住拥堵的百姓 人们齐声高呼 一王战无不胜 李昭楠却止于高马之上 目光如常 鲜血血亮的咒甲 骤然照亮了整个卵阳 正午交扬 陡然失色于腥风血雨里 搏杀而归的将士们 大军来到庆域门 过了这道门 便是巍峨皇城 这是纸横第一次踏足大原 更是第一次目睹 大原皇城的风光 李昭楠在百姓的簇拥 与欢呼声中 踏进皇城 说他生命狼藉 现在大原如此瘦得爱戴 又该如何评价 这样一个矛盾的天将军 只横自马车中望出去 城门高高耸立 皇家遗仗 先赫于高高宫街 翻起林里 红毯扑旧 文武百官列队迎后 礼乐响起 大原皇帝李仁 亲自布下大帝 父子相见 李昭楠的神色 却依旧淡淡 毫无喜怒可言 离人紧握李昭楠的手 大赞道 我儿果然不凡 李昭楠知道 全凭着父皇 红福齐天而已 只横看着大原皇城 气派远朝北明 北明皇宫处处精雕细琢 却嫌过于柔弥 处处透露着 北明明贵的枝粉香气 然而大原皇城的 辉红壮里 已立于娇阳之下 飞檐龙腾云霄 宫街白玉如霜 更显得宿众 而震人心魄 果然有天朝的贵州风仪 泱泱大国的 繁华气派 只横一时看得出神 却有人在车前低声道 九公主 将军要您沐浴更衣 随她参加晚上的庆宫宴 只横一轻 李昭楠究竟是何用意 这么久以来都对自己置之不理 却于此时要自己沐浴更衣 随她列席为她而隆重的庆宫宴 她隐隐有不好的预感 但终究走下车来 素颜憔悴 声令车下小将目色一致 随而迅速低下眼睛 下了车 有两名侍女带着纸横与云儿 绕过了鲜闹的宫阁 穿越琼林摇台 幻彩琉璃的花园走廊 来到一处宫门前 其中一名绿衣侍女说道 杨妃请 杨妃 纸横一正随即会议 进了大元朝 自己便再也不是九公主了 而是翼王侧妃杨妃 纸横随他们走进去 踏入这道门槛的刹那 他便该忘却前尘 北明便自此亡在他的心里 那不堪回首的木木往事 接随着今天的这一步 遗留在了身后 夜晚 宫廷国宴 大元必消殿 金玉满堂 华灯高涨 酒色垂暮 锦色生肖 五袖成云 说来南越一战 对于李昭南来说 是太小的一场战役 完全没必要为此而大费周章 这样的场面 不知是做给谁看的 纸横 也也有这样的感觉 他与云儿 由宫女引着自声声私主里 踏入碧消殿 李忍正于百官饮酒 呼闻堂下一声 北鸣九公主 一王杨妃道 碧消殿中 顺时静命无声 游死无人 纸横手间有凉凉的戏汗 自己出色大元 并不懂得 为何自己的到来 会引来如此震动 他一步一步 身姿恶挪 踏进碧消殿内 静命中 忽有银眼惊叹之声 他一身浅色楼花披衣 内裙繁华似锦 绽放于裙摆广袖 再以金丝线缠绕花间 华灯下 便犹如落金万千 盈盈玉碎 行走之间 行云流水 不太偏仙 发上玲珑珠玉 璀璨升华 末发之间垂下万千阴落 心思万缕 纠缠如丝 却扔不及那双 寒水双眸 平显得轻艳无双 黎忍将酒杯 放置在桌案上 静静看着纸横 走到大殿中央 李昭南言也不抬 默默饮酒 北明国时 但凡国宴 纸横皆只能默默地 于吴城宫外 望着大殿那边的 璀璨烟火 灯明通宵 而他 只是角落里的 看壳而已 从未走进一步 如今 要他如此立在这一片繁华之中 他反倒不是 竟忘了该有怎样的礼数 云儿连忙从旁指点 纸横前依旧不知所措 秃得 李昭南起身走到他的身边 他侧眸看他 李昭南神情淡淡 那目光丝毫没有旁人的经验与赞叹 甚至不落在他身上半分 他开口道 父皇 父皇 北明和亲队队伍被北秦鲁结 杨妃因此而受惊 还望父皇莫怪 李昭南说道 不妨事 杨妃请落座吧 纸横看着李昭南 李昭南横他一眼 看我做什么 你不坐在我身边 还想坐在谁的身边 纸横一震 五月歌声随即响起 大殿之中 重归先宵 纸横坐在李昭南身边 看着他 见他一杯杯饮酒 想来此时他该不会发作 该是解释的好机会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一夜皇飞 李昭南 那天晚上 三弟 来 与大哥喝上一杯 祝我三弟 再添新宫 突然 一个声音打断他 他举头望去 只见一个男子 舒眉微扬 脸阔正方 嘴角勾着若有四无的笑 不算英俊的脸上 带着微微薄醉 酒宴才开始不久 怎便会有比这宴会主角 喝得还要多之人 纸横停住话头 与李昭南一起起身 李昭南喝下那人 所敬之酒 淡淡说 多谢大哥 大元太子李昭玉 从来只读诗书 不问武功 他转头看向纸横 微醉的目光 生有一丝神采 不经意划过 他盯着他 却良久无语 李昭南冷冷地说 大哥 可是从前见过纸横吗 纸横 若纸横没有记错 这是李昭南第一次 换他的名字 他看向他 竟有些许不真实的感觉 李昭南却依然目视前方 看着李昭玉 李昭玉这才到 没 那倒是没有 虽然我曾出使北明 见过昭阳公主 凌阳公主 凤阳公主 却不曾见过九公主 李昭南笑道 哼 我也从没见过 但见到了 他就是我的了 李昭玉脸色一致 李昭南笑里藏刀 眼眸森森然喝亮 只横心中一颤 李昭南分明是在挑衅 看来 他们兄弟两个貌似不睦 李昭玉沉下脸 哼 那是 三弟向来风流倜傥 亦是无人可匹敌的 李昭南不语 笑着饮下一杯酒 李昭玉转身 兴兴而去 李昭南一随即收敛了笑容 看着只横 还不坐下 只横随着坐下来 李昭南却呼得 凑近他的耳边 那是我大哥 太子李昭玉 他声音低柔 却令纸横周身一冷 他看向他 他幽深的眼眸 似乎别有异味 他唇边带笑 杨纸横 你大可以去上他的床 凭他看你的目光 显然对你垂涎森齿 那样 说不定你便是太子妃了 荣华富贵 更加不可限量 你 纸横怒从心中起 几乎站起身子 却被他狠狠按住 他的唇在他的耳边 纸横的眼光 恰好可以看见 龙座上皇帝的目光 皇帝目中带笑 与身边妃子相守而望 然后心照不鲜地笑了 纸横这才发现 李昭楠的举动过于暧昧 大庭广众 他亲尼地低伸在他的耳机 似是亲日耳语 实则是冷言嘲讽 李昭楠 你到底想干什么 杨纸横愤怒瞪他 李昭楠微微抬起目光 脸住笑意 你不是想做太子妃吗 那么 又何必舍尽求远地 去找霍承风 原来 他还在计较这件事情 却又不听他解释 杨纸横只觉得 胸中怒气纵横 他看着他 目光愈略 终于突地站起身来 不顾众人目光 愤然甩袖而去 李昭楠 王你一身荣光 铁血将军 却不想进食 这样的小毒鸡肠 碧霄殿内 又是一阵 不大不小的惊叹 想来在这大元朝 乃至整个天下 也没有谁敢这样 对待李昭楠 云儿随着他走出来 迅速地追上他 公主 您 您这是怎么了 当众便给一网脸子看 只横淡淡地说道 他不是人 语气虽淡 却满是恨意 悠悠夜风 浮面清凉 却凌乱了他的绣发 夜色下 滑灯眼去了月色清华 星光 亦被大圆黄尘的华彩 遮取了光芒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一夜黄飞 作者 悠然 演播 夜离 后期制作 野心 第十二集 只横驻足远望 高树参天 是大圆巍峨气派 御花园内 缤纷花色 只是参天高树的点缀 夺不去他的气魄 比如李昭南 女人至于他 不过点缀而已 可有可无 他依然是那个高高在上 不可一世的天将军 弟妹这是怎么了 可是我那三弟招惹了你 我替他向你赔个不是 身后突然传来男子的声音 只横回身望去 竟是李昭玉 只横连忙道 太子 您多心了 只横不过是感觉 店内过于吵闹 有些头疼罢了 是吗 李昭玉的目光渐渐放肆 竟将只横从头至尾 看了个遍 只横于是忙转开身子 笑道 太子您快回去吧 今儿个文武百官都在 恐怕还需要您主持着呢 只横是客套话 李昭玉却是脸色一沉 主持 主持什么 有你家翊王在 哪里还轮得到别人了 他说起话来 毫无皇家姿态 只横心中见无好感 于是道 太子还是快些回去的好 我不回去 又能怎样 说着他竟 他竟抓住只横鲜细的手腕 只横大惊 太子 请您自重 你真美 为什么三弟总是那么好福气 为什么我到北明国的时候 便遇不到你 为什么从小到大 他什么都抢先一步 你嫁给我 你嫁给我 我要你做太子妃 李昭玉说着 竟将他揽入怀中 只横大惊 李昭玉身上带着浓重酒气 显然是醉了 太子 不要啊 只横一声低呼 正字不知所措 却听到一声愤怒大吼 昭玉 你在干什么 两人同时一惊 云儿连忙跪下身去 参见皇上 父 父皇 李昭玉连忙松开杨纸横 被李一忍这样一下 似乎也清醒了不少 望着杨纸横花容失色 亦感觉不可置信 自己刚才在做什么 只见李昭楠站在李忍身边 凝眉低沉道 大哥 你这是做什么 纸横是你的弟妹 你不知道吗 李昭楠的口吻 并不似他往常般冷立 反而有幸灾乐祸的音调 纸横听起来 心里更加不舒服 羊毛看向他 他的眸光 一落在自己的身上 他纯浸抹过一丝 若有似无的浅笑 随即不见 又换作 壮似气欲的口吻 大哥 若你真如此喜欢枕横 大可以光明正大地 向我提出来 我一可将它送予了你 也没有什么 却为何 要做这样苟且之事 实在犹如您太子之尊 李昭楠 李昭楠字字铿腔 却如钢针 扎进杨纸横的心里 他的目光里分明是洋洋得意 却偏要装出一副受害者的样貌 他心中豁然明白 为什么他要在李昭楠 敬酒之时 刻意刺激脖罪的李昭楠 刻意强调自己是他的 刚才李昭楠说过 自小李昭楠什么都抢先一步 这番心思 想来李昭楠比自己更明白 于是他故意刺激他 又故意激怒自己 然后见李昭楠尾 尾罪自己出来 便叫李忍一起 与他来看这场 精心策划的好戏 只恒暗自精心 自己的想象力 何时变得如此丰富 李昭楠显然十分了解李昭楠 李昭楠也显然对女色颇为痴迷 否则李昭楠怎么会从一开始 便计划要自己来参加这个 与他毫无关联的晚宴 自己只是北明最卑微的公主 还无福销售这样的款待 加上李昭楠 李昭楠含了醉意 便更加难以自控 一切仿佛彻联起来 可他但愿事情并非如此 但李昭楠的眼神告诉他 事情就是这样 自己被利用了 从一开始便被利用了 他恍惚走进一个华丽的殿堂 其实不过是一颗光彩照人的棋子罢了 杨志恒脸色苍白 华灯之下万物失色 即使角色如他 此时也免不得失去了光彩 只见李昭楠扑通跪倒在地 父皇 不是的 不是 我 我不知道 我刚才怎么就迷了心窍 我 昭楠 你太让父皇失望了 他是你的弟媳 你好色 也不该好到了他的头上 身为太子 简直有辱国体 李仁悲愤交加 李昭楠扶地抓住李仁一脚 父皇 儿臣真错了 儿臣是喝醉了 才会 你 你给我回东宫去 闭门死过一个月 不得踏出东宫半步 东宫一众舞女歌姬 妻妾侍女 皆暂且搬离东宫 这一个月中 你好好反省 不许接近半分女色 否则 李仁显然怒急攻心 嘴唇颤抖 否则 你这个太子 也不要做了 父皇 还不向杨妃致歉 李仁怒吼道 李昭玉身子一颤 扮上才缓缓起身 他转身对向纸横 眼里的哀求 顷刻变作怒火纵横 他盯着纸横 似乎要将他置于死地一般 纸横心中一颤 莫非他以为这一幕戏 都是自己和李昭南合谋的不成 弟妹 伟凶的 刚刚被九亿去世 还望你莫要见惯 李昭玉的声音滴滴的 纸横只是不语 愣正地看着他 李昭南走过来 拉了纸横的手 纸横只觉得 那双手冰冷无温 便如他那颗心 大哥 你该知道 我李昭南的女人 从不许他人染指 可你是我大哥 有什么话都可以对我说的 我会忍痛割爱 李昭南一字一句 刺激着李昭玉 李昭玉看着他 两人目光交汇 点光火石 却皆被夜色隐去了 李昭南拉着纸横 走回到李昭身前 父皇 今日宴会 恐已没了兴致 便也早些回宫歇息吧 我与纸横 一线告退了 李昭对向李昭南 似有几分尴尬笑意 好 你们去吧 见他的样子 意思对李昭南忌惮三分 是啊 一个功无不克 战无不胜的铁鞋将军 手握重兵 心思缜密 谁人不会惧怕三分 即使那个人是皇帝 然而纸横却越发觉得心冷 这个男人太过冷酷 超出了他的想象 你是故意的是不是 纸横甩开他的手 怒目瞪着他 李昭南回身看他 直言不讳 是 打击他 羞辱你 一剑双雕 纸横身子一颤 身后云尔一惊住了 李昭南却淡淡笑了 杨纸横 这 不过才刚刚开始 纸横心中一记 他的目光寒冷 犹如万年弦铁 深黑的幽冷 透露着夜色无边的黑 远处的灯火辉煌 已经在身后渐渐消逝 余留下的 竟只是他冷酷的笑容 他俊博的唇微微挑着 难道 他这样 竟只是为了霍成锋芒 纸横不相信 一个人竟可以 绝情到这样的地步 即使是要他死 至少要给他 一个说话的机会 纸横扬眉看着他 无惧他的威胁 李昭南我告诉你 那天晚上 我只不过是想利用 素月的度火 来帮我逃走而已 我让霍成锋抱着我 是我知道 素月正在一旁偷偷看着 就是这样 信不信有你 纸横欲要离去 却被李昭南紧紧抓住手腕 当然不信 女人的话 若是也能信 那天都要塌下来了 李昭南冰冷的眼 更有酷汉 纸横经不住身子一抖 她的目光令人承受不住 她既如此不信任女人 为何还风流之名远波 放开我 纸横挣扎着 却被她一路拉到宫门处 守卫攻进剑里 牵过高大神郡 李昭南一跃而上 将杨纸横圈在壁弯中 我的妃 现在我们回家去 以后 我会要你好好的了解我 李昭南的脸上似乎有笑 却被冰冷的眼眸冻结了 令人不寒而栗 云儿 纸横叫道 李昭南策马而去 扬鞭回首 带那婢女去我天府 天府 多么气势辉煌的名字 光是这名字 便足以说明了 翼王在大元朝的地位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一夜黄飞 狂奔之下 冷风透一 不过一呼 便到了一处府门前 杨纸横举眸而望 但见装素偌大的府门 高高悬挂一盏 荆漆牌匾 赫然写着 翼王天府 四个大字刚进有力 雄魂气感 便交涉着院府中的主人 带着凌凌气魄 不久 有人将府门打开 两扇沉重的红木门 缓缓开启 便有两堆兵尾 跑出府来 叩首败道 恭贺一王凯旋 李昭南下马 只见纸横惊叹的目光 不禁扬了扬唇脚 他伸出手递给纸横 愣着干什么 纸横这才惊觉 将纤细的小手 递在他的手上 他的手心似乎有了温度 他才要下马 便进自府门内 徐徐走出四名女子 没首的 干是一王妃孙氏 他一身水红滑衣 浓妆艳抹 金簪要亮 显然精心装扮过了 四人纷纷败道 恭迎王爷回府 李昭南看也不看一眼 只将杨纸横扶下马 纸横转眸 与那四人目光相处 便感到一阵寒流过体 女人的度火 他已经不是第一次见到 可为何今晚的 格外强烈 只见那四名女子 正正地看着纸横 孙氏更加看下了那匹骏马 目光在纸横与骏马之间来回 更深寒意 身后的三人 不过各自度汗地咬牙 却只能垂头 假装公顺 李昭南带纸横走进王府 王府之内 锦绣缤纷 亭台楼阁 水泄香浓 丝毫不逊于皇宫的华美 李昭南坐在大堂之上 四名妻妾再度败倒 恭贺他凯行而归 然而李昭南却显然见怪不怪 只瞎了一口茶 道 淑妍 这是北明公主 你们也都知道的 你去安排她一下 将府中的事情交代清楚 只见翼王妃公顺地笑道 那是自然的 我早已经准备好 将东间的凤心阁 安排给公主 以后便是自家姐妹 还望公主不要嫌弃了 只横还未及言语 李昭南便放下茶杯 淡淡道 何必那样麻烦 说着抬头看向孙如妍 目光冷冷地 看不出情绪 安排在横廊平院便是了 孙如妍一惊 其余三名妃子 更加大吃一惊 纷纷抬头望来 指横更加迷茫 看向李昭南 李昭南笑笑 那笑容尖刻 如同冷月弯刀 你和云二 正好同住在那里 说着 傅又看向孙如妍 如妍 不要怠慢了 让她单住在 平院最里面那件 孙如妍脸上又是一惊 见她不语 李昭南板起脸口 没听到我说话吗 孙如妍连忙低声道 是 我知道了 说着 孙如妍看向指横 淡淡说 妹妹 请吧 指横感觉心惊胆战 好似一股阴谋的味道 渐渐浓郁 这里的每一个人 眼神皆是瞬息万变 除了李昭南 只有笑或不笑两种 却皆是令人毛骨悚然的表情 指横看着李昭南 李昭南却冷声道 你还不去 要我亲自带你去不成 指横明知道 这也许是个陷阱 但他知道 他没有反抗的权力 想起李昭南那句 这才刚刚开始 心上便不觉一颤 李昭南 你究竟要怎样 你要折磨我吗 要惩罚我吗 你这个自以为是的男人 我原以为逃离了北明国 便有世外桃源 却想不到一王天府 亦是一个巨大陷阱 可笑自己 却是心甘情愿跳了进来 只横随着孙如言 穿过一王府后园 浓郁的丁香 在不晕不火的五月绽放 千娇百媚 热情奔放 夜色之下 丝毫不减半分美艳 夜风徐徐 有莲花浮水的美 随风而来 仿佛便能看见那一封和堂 绽放着妩媚的另见荷花 明明是如此美好的夜晚 却偏偏是阴谋的味道 终于穿过一片矮林 便到了平原 平原内景色便寥落了许多 只有暗大的灯火 照进园内一封水塘 水塘之中并无清美荷花 只是一波荡漾月色的糖水 似不见底 周围朗森森的 莫名的一股寒意 纸横环望四周 低矮的房屋两排对立 见孙如言与纸横进来 立刻自各屋内通风跑出一些女子 纷纷跪倒在地 王妃 孙如言道 起来吧 这位是一王侧妃 杨妃 所有女子便朝向纸横 齐声道 见过杨妃 纸横莫名所以地看着她们 她们穿了统一的大绿色帛裙 该是侍女吧 以后 杨妃便住在这里面 最里面的那间 你们好生伺候着 知道吗 孙如言口气淡淡的 众侍女却大惊抬头 见侍女们不答话 孙如言又喝一声 听到没有 众人这才纷纷低头称事 是 奴婢们遵命 纸横心中超级 原来所谓平原 便是侍女们所居场地 李昭南 只是在有意羞辱她吗 纸横暗自握紧双手 却不动声色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一叶黄飞 作者 悠然 演播 叶黎 后期制作 野心 第十三集 孙如言引着纸横 走到最里面的房间 房门打开 便有尘土的气味扑面而来 纸横踏进门 只见屋内除了一张床 和一台梳妆镜外 再无其他 便连桌椅也是不见 孙如言转眸看向她 目光高高在上 妹妹 你便住在这儿了 纸横看着她 孙如言果真也算是颜色过人的美女 眉目间 有与生俱来的骄傲 听闻大元孙氏 乃没落贵族 原本因着皇后的关系 如日中天 盛极一时 但皇后却不幸早逝 孙家因难盯不兴 唯有的孙首波却并非成大事揽大权之人 如今孙首波被派去暂时接管南粤城 想来也是因为翼王的关系而已 而孙如言正是孙首波之女 孙如言缓缓夺步 上下打量着杨志恒 她的目光里有淡漠 亦有幸灾乐祸 志恒明白 要公主委身于这样的地方 实在是委屈了 孙如言显然是话里有话 只横不语 只等着她说完 孙如言胆胆床上浮屠 坐下身来 公主 我对您可是早有耳闻 近来 您的声明 已经是各国传开了 志恒心中一颤 冷笑着世道神言可畏 公主 可是感到心上失望了呢 当初跑上翼王的床 温柔浅浅里 自是想不到今日的吧 孙如言言语越发尖刻 志恒早有预料 李昭男如此公然地面试 她的妃自然有恃无恐 其实 你身为本名九公主 又何必自取欺辱 落得个声明扫地 又是何必呢 孙如言壮死语重心肠 实则冷嘲热讽 只横笑道 王妃您身为翼王正妃 又何必寒沙摄影 落得个奸僧刻薄 又是何必 难怪翼王要那四个妃子 还嫌不够 孙如言一惊 随即站起身来 兴慕宁这夜晚黯淡的光火 你 哼 你现在可不是什么北明公主了 进了这夜晚府 便要守夜晚的规矩 只横冷笑 夜晚府的规矩 便是世强凌弱 以大欺小吗 孙如言眉尖轻颤 正欲恼怒 却随即展开一谋笑容 哼 我不与你做口舌之争 妹妹听好 这翼王府 自有一王府的规矩 首先 王爷练剑之时 不准靠近事件庭左右观看 翼王府里尊卑有序 每天倒晨 除了向王妃请安 便是要恭送王爷出府上朝 再有 他的声音微微低下 看向窗外一轮寒月 再有 便是翼王的宝马临风傲 绝不准旁人靠近 尤其是女人 更加不可骑在马上 翼王说 女子阴气过重 会削减马的锐气 他一字一顿 缓缓回身 目光好似染了月色的冰冷 盯着他 两久不语 只哼一惊 亦有诧异的神色 他终于明白 李昭南带他回府之时 为什么孙如言的眼光 会如此惊异 在他与那匹骏马之间游走 原来翼王府 竟有这样古怪的规矩 可 为什么 今天李昭南会将他拉上马 一路奔回翼王府 难怪每一个人看他的眼神 都是怪异的 难怪他感觉到 异常强烈的渡恨目光 原来竟是因为这个规矩 可是 可笑至极 原本是多么风光之事 可落在自己的身上 却凭空如此难堪 李昭南 你的心里究竟在想些什么 孙如言终究别看目光 冷淡道 但 我想今天一定发生了什么 王爷才会骑马带你回来 不要以为你轻易 破了翼王府的规矩 便可升天了 孙如言眼神四顾 不屑一笑 好了 妹妹歇息吧 孙如言正于出门 云儿便气喘吁吁地跑进来 与孙如言撞了个满怀 云儿并不识得孙如言 大气没有喘云 只是愣正地看着她 孙如言立时板起脸孔 立声道 谁家没规矩的丫头 纸横猛走过去 拉过云儿 云儿 快见过王妃 虽然 自己可以与孙如言斗得口舌 不论李章男怎样对待自己 自己好歹是一王侧妃 孙如言不会轻举妄动 可云儿不同 云儿只是个婢女而已 见孙如言的脸色 纸横便就不妙 果然 孙如言冷眉高挑 向着外面高声叫道 来人 纸横与云儿同时一惊 见她这阵势 显然又要寻信 纸横暗交不好 如今身在大园 又是她人眼中尖刺 是真正的举目无亲 门外跑见两名侍女 孙如言眼神一挑 看向云儿 这丫头好没规矩 彩珠 秀丽 给我拉出去 好好教教她 这一王府里的规矩 彩珠连声应了 是 王妃 那名幻彩珠的侍女 明明一张清秀的脸 却眼神冰冷 也许 在这冰冷的一王府中 没有人是有温度的 彩珠与秀丽 跟鲜红指印 那是杀鲤 是杀鸡敬猴 夜色凄凉 月落之中 荡漾着冷冷寒气 明明明是五月天气 借机寻规矩 好个一王妃 原来竟是如此心胸狭窄之人 一声声脆响连连入耳 云儿的哭叫声却渐渐低落 而森如言 却悠闲得望月弄眉 好似这一切与她无关 纸横心一横 她知道 若她不低头 云儿也许被生生打死 也不足为奇 举头 寒月如霜 纸横膝上却一转 豁然跪倒在地 她不顾地上的泥水 低下眼眉 颤声说道 请王妃 饶过云儿 见她跪倒在地 云儿立时停止了哭泣 公主 此时 云儿的脸上已然红肿 纸横看着她 欺然一笑 孙如言 燕眉的脸上浮出淡淡笑意 她轻轻摇头 杨妃 我可看不出你一点 请求的意思 纸横心中一领 只见孙如言意味深长地看着她 她心里冷笑 看来今天 她是一定要给她最大的难堪 方才会罢首 也罢 在北明国时 更大的难堪 自己也曾经历过 又何必在乎这一遭 纸横低头磕在地上 鸿腔有声 她抬起头 额上便有隐隐红色 她始终垂着目光 低声下气道 纸横请求王妃 饶过云儿这一回 纸横定会严加管束 书有下次 愿以身受罚 吼 孙如言历时接化 颜色有了几分精良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 纸横苦笑点头 孙如言便随机站起身来 华丽群伤掠过纸横眼前 有淡淡蓝桂的香气 孙如言忽而笑道 好 今儿个便给杨妃个面子 说日后再犯 她目光冷冷地 低在纸横身上 一字一顿 杨妃 可便不要怪我手下无情了 纸横垂手不语 只听见孙如言 志得一满的声音飘忽传来 好了 多下去吧 我也回了 一众侍女跪倒在地 宋王妃 看来 易王妃的权威 在易王府中 丝毫不逊于易王 难道 她是李章男 最宠爱的女子吗 纸横想着 云儿便匍匐着 来到纸横身前 她泪流满面 红肿的脸颊 几乎看不出曾经的秀色 唇季还带着丝丝血迹 只横心疼地说 我来看看 你也不太近的事情 你不要再接点 Sei不太近的事情 我这件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一夜黄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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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 此时此刻 身为和亲公主 她又能如何 我们走吧 纸横稍稍收敏了青丝 便与云儿一同出去 平院之中 忙碌的侍女 看着她走过 眼神凉凉的 是啊 一个不得宠爱的妃子 与她们同居在一冷潮湿的平院 她自不能要求 旁人尊重的目光 一王府出了平院 照过一片矮林 便是一片偌大的莲花池 只横想起昨夜 莲花的清香扑鼻 不禁驻俗 观望一户 堂堂毕波之上 一道长廊蜿蜒 直抵莲池彼岸 阵阵尘封 扶过面颊 便是一阵清爽 一王府之奢华 甚至比得上大圆皇宫 取水流荡 假山叠仗 连绵便似真实拳风 卑鹅气势 淡淡沃矮 迷蒙视线 长廊处贴金苗丹 雕龙楼凤 听闻大元朝 并非所有人都可以以龙为装饰 即使是王 亦不可随意雕刻穿着 但龙 在一王府却是常见的 这大概便彰显了 这座府院主人 与众不同的高贵身份 池中的令剑荷花 次第绽放 碧叶纷纷 如女子舞动的裙摆 起起伏伏 莲花姿态万千 各有芬芳 只是一眼望来 眼里太过逼人 反而令人心烦意乱了 只好默得皱了眉 道一声 走吧 云儿随着她 才走过长廊 便不知该往何处去 采珠早已走得没了踪影 这一王府 怕是比北明皇宫都还要大 他们初来乍到 如何能认的路线 公主 我们 该往哪里走啊 云儿四处望着 指横一围难道 这有两条路 我也不知道要怎么走了 这时 有两名侍女走过 云儿忙上前问道 请问二位姐姐 哪条路是去大门口的 两名侍女互相望一眼 又看看云儿 与一身滑跪的指横 她是昨夜才当班下来的 并不在平院之中 并不认的指横 其中一名指了指左侧的路 从这一直走 穿过一片林子 便可看到了 多谢二位姐姐 云儿道了谢 转身与指横 向左边那条路走去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一夜黄飞 作者 悠然 演播 夜离 后期制作 野心 第十四集 亭台楼阁 一步幻影 月景木香 珍艳豆彩 琼花纯白 海棠富裕 紫藤花缭绕之中 指尖碧草音音 晴空如喜 屡屡细云 游若 木雪丛丛 流动于天际 目之所及 一方高亭 屹立毕空之下 那亭台 似以白玉石雕筑而成 远看 便似嵌在一方 蓝色晴空的宝玉 走近一些 又似超脱了天际 白的夺真野目 隐隐自清风中 有声响传来 只哼细细听着 好像是常见 洒洒生风 呼的 想起那日客栈前的 一场屠戮 心中猛的一抽 连忙转身欲走开 回身之间 只见一缕寒光 刺破宁静的晴空 滑过眼前 并有寒气 透尖冰冷 他闭上眼 一声轻呼 谁让你到这儿来 昨天如言没有教你 这一王府的规矩吗 语气呵斥 沉冷如实 只横缓缓睁开双眼 只见李昭南持剑而立 剑尖指指自己咽喉之处 沉阳屡屡精光 令剑蒙声寒 持剑的人 眼神更似冰刀 虽是气度阴结 未按身姿 却眼不去满眼的沉冷 不过 明明应自狭尔 宣昂气魄 却偏偏如此令人 妄而生畏 止横定一定心神 方道 交了 所以才要我一早 宋王爷上巢 李章南唇气一勾 冷笑道 送我上巢 你不知我才战霸 父皇免我五日囚吗 只横一惊 刚刚采中明明说 要他准备送王爷上朝 难道 心之不妙 怕是中计了 想起昨夜孙如言的字字教诲 连忙回身而望 但见那方白玉良亭 赫然写着 事件亭三个字 心中一颤 转身再望李昭南 他一身紫色长袍 偏然风中 长剑在手 目光如谈 一切再明白不过 自己轻易地 便陷入了一个圈套 只横往人一笑 低声道 我并没有看你连剑 且我意不知 这里便是事件亭 事才问路 有人故意引我来此 李昭南手上一动 还剑入鞘 嘴唇却挑着 哼 你是说有人陷害你了 只横冷冷看着他 不语 李昭南淡淡道 你可只偷看本王练剑 该是何下场 只横扬眉看他 此时倒是有事无恐 大不了一死 又有何难 绝艳脸蓉 美贯成还 一双流水轻眸 似可抵挡 尘世污浊 与那碧天如洗 相映成景 李昭南 李昭南冷送目光 里有片刻恍惚 他忽然地笑了 走进他的身边 修长的纸 挑起他尖销下颌 柔腻的触感 冷傲的眼神 这样的场景 依稀曾见 这样的眼神 真让我怀念 李昭南凑近身 滴雨在他的耳边 清秀他身上 淡淡流香 那天晚上 你也是这样的眼神 只横心里一颤 他偷地揽住他的腰 韩健隔着群伤 似依然寒冷肉骨 他的笑容极致 明明暧昧温脸 却令指横身子颤抖 李昭南 你又要干什么 指横不相信 他此时的柔情 李昭南挑唇看着他 浸在咫尺的鼻息 冷静幽深的眸光 他笑道 你可是我的妃 我干什么 不是都很正常吗 那晚 你简直风轻万种 如今想起来 还令本王浴血沸腾呢 李昭南手臂一紧 指横正欲言语 却听身后一个女子声音 急匆匆传来 王爷 李昭南回身而望 眼神迅速冷下来 他放开指横 指横身子不稳 尚在适才的不知所措中 不能回神 云儿连忙扶住他 看过去 只见孙如言与采珠 姗姗而来 孙如言壮似万般 抱歉地低下身 王爷 如言教导无方 让杨妃打扰了你 还请您勿要怪罪 出现的倒是及时 李昭南冷冷一哼 算了 以后多交着点别试了 他转身 站在孙如言身边 略略低声 轻声道 你是故意的吧 孙如言身子一颤 王爷 李昭南唇脚一勾 随即抽身而去 任凭孙如言追上两步 也未曾停下脚步 孙如言转身看向指横 眼神愤恨 适才李昭南的一句 一语双关 意味深长 故意 他指什么 故意叫采珠错传消息 再令人挫折路线 还是故意在他 温情默默之时 出现在他的面前 无论是什么 孙如言都无法承受 李昭南的冷漠 他走到指横身边 冷冷看他 哼 你与王爷说了什么 指横好笑 他竟如此气节败坏 比起北民后宫女子们 看似波澜不惊的沟斗 实在是太沉不住气 什么也没说 我想 王爷如此精明之人 怎会轻易被谁玩弄于鼓掌 指横语气淡淡地 欲转身而去 站住 孙如言叫住他 狠声道 果然是个狐媚子 都已经落落到这样的田地 还望想勾引王爷 指横知道 原本他是想要看一场好戏 看看李昭南是如何承接自己的 且不想李昭南竟与自己亲近 他自然慌了手脚 而不顾被看穿的威胁冲出来 想着 心里一冷 以李昭南的行事风格 视材他片刻的温柔 不过是引着一切的始作俑者 自动现身而已 而并非对自己旧情釜燃 想想 他们之间又有何旧情 不过是一夜风流罢了 孙如言上下打量起他一身华贵 似乎还沾染着昨夜必消殿的奢命 孙如言冷声道 妹妹如此绝色 在穿得这样华丽 却怕不合适了 说着吩咐彩珠 彩珠 带杨妃到我屋里 我为杨妃挑几件合适的衣裳 只横心下一颤 心知此去定没有好结果 他略为正松 孙如言转身而道 怎么 杨妃还要我这个做姐姐的 亲自请你不成 彩珠道 请吧 杨妃 只横虽知道此一去 怕凶多吉少 可他没有办法 他必须去 心里的声音无时无刻不再提醒着他 这里是翼王府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一夜皇妃 随着来到孙如言房内 只见到其余三名侧妃接载 见孙如言面色如霜 皆小心翼翼地退在一边 孙如言坐下身子 喝口啥道 财珠 将屋里那几件衣裳 给杨妃取出来 以后便不要穿得这样妖气 翼王府里 可容不得这些个污秽气 一边燕妃开口说 姐姐可别动气 这是怎么了呀 孙如言指道 你们几个可小心伺候着王爷 别叫一些人独个儿地将王爷的魂勾了去 到时候可哭都来不及 三个人一起望向指横 指横只是站着不语 彩珠自屋内走出来 手捧几件素衣 孙如言看了道 这些个便送云妹妹了 可珍惜着 孙如言也没一条 彩珠走进指横身边 将衣物递给指横 指横看一眼 那几件衣服轻素的颜色 只是单衣 一色的青 一色的月白 一色的蓝 三件衣 倒也简单素雅 指横并不在乎穿什么 这些个无所谓 谢王妃赏 指横接过 孙如言却道 既然谢赏 还不换上了给我瞧瞧 指横还不及言语 孙如言便命令 秀丽道 秀丽 还不跟彩珠 一起帮杨妃更衣 秀丽会议 上前与彩珠 交换了个颜色 两人便一起出手 玉妖脱下指横身上衣裙 指横大惊 此时才明白 孙如言真正用意 这里不但有侍女侧妃在 更有守卫门前贺力 在这里脱衣 如何使得 指横挣扎 情急之下 推开彩珠 彩珠跌倒在地 指横上前高声道 王妃 这恐怕不妥吧 不妥 孙如言幽声道 有何不妥 我赏你一群 你要看你穿着合不合身啊 此时彩珠已经从地上站起 与秀丽一起用力 指横一边挣扎一边说 王妃 王妮乃名门贵族 却不想扔起心胸狭小 简算刻薄 还轮不到你来教训我 孙如言立声向外喝道 来人 将这贱人的衣服给我脱了 门外守卫立时涌进来 为首的两个看看指横 却也迟疑着不敢动手 孙如言喝道 怎么 还要我再说一遍吗 李茂 指横眼见来者皆是男子 一个个脸上神情复杂 既有一些期待 亦有一些畏惧 如此绝色女子 若是赤身裸体 该是如何诱人的春色 但这个女子乃是亦王的女人 没有人敢轻举妄动 即使是被孙如言点名的礼貌 孙如言的贴身侍卫 也不敢妄动 这时 云儿终于不能忍住 冲上前跪倒在孙如言脚下 王妃 请您饶过公主吧 公主她 放肆 孙如言声色俱利 阴侧侧看着云儿 昨个才教训了你 今儿个还是这般放肆 公主 在这亦王府里哪儿来的公主 说着 孙如言沉一沉气 道 彩珠 昨儿个 杨妃是怎么说来着 定要严加管 叫这丫头 熟若不然 孙如言看向彩珠 彩珠会议 接口道 杨妃说 如有下次 愿以身受罚 四个字 一字一顿 芷恒与云儿同事正松 孙如言看向芷恒 冷冷道 妹妹 这可是你说的 是与不适啊 步步陷阱 芷恒却只有跳下去的命 她点头 是 孙如言道 好 既是如此 便不是我无中生有了 大家也都听见了 说着 看向李茂和其他侍卫 你们几个 不敢碰翼王的女人 我不怪罪 也不为难你们 你们 继续藤条来 这总不至于为难吧 李茂与侍卫们相互望一眼 时时物者为俊杰 自然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 服逆王妃之意 于是点头称是 纷纷退下 孙如言又对秀丽道 秀丽 去弄一些盐水来 只横与云儿俱事一惊 云儿连忙道 王妃 王妃不可啊 公主 不不是 杨妃身上 怀着一王的骨肉 可禁不得这些个 骨兽 此话一出 孙如言更加面如铁色 其余三名侧妃 一身满面阴沉 只横赶到整个房间中 似乎透不过气 孙如言打断云儿 一掌挥在云儿脸上 哼 哪个没出事的来要挟我吗 云儿本变红肿的脸 再遭一掌 痴痛轻眼 指横连忙道 王妃 我杨指横说过的话 自然算数 王妃责罚一人绝无措 指望王妃手下留情 不要再责打云儿了 孙如言轻轻一笑 好 便饶了这丫头 也免得有人说我尖酸刻薄 正说着 李茂取来了藤条 秀丽亦取来了一盆盐水 孙如言缓缓坐下身 悠慢道 杨妃 想你堂堂公主出身 这藤条的滋味 恐怕没尝过吧 指横侧了侧头 厌恶地避开她挑衅的眼光 冷笑不语 孙如言道也不弃 一副巧笑嫣然的样子 哼 她是个倔强的主 有意思 说着眼神冷下来 向李茂一瞥 还不动手 难道还要我亲自动手不可 李茂正于动手 身边燕妃便站起身来 王妃 妾只怕打不得 孙如言瞪向她 燕妃忙解释道 杨妃这样劫色 王妃是怜香惜玉之人 若是打坏了脸蛋 王妃怪在下来 孙如言略微思量 彩珠道 王妃 打不得脸便打身子 打不得肚子便打后背 孙如言听了 微微一笑 嗯 还是彩珠聪慧 说着眼神一动 动手吧 没听到彩珠说的话吗 李茂的眼神略微犹豫 对向纸横冷冷的目光 毕竟她乃一王侧妃 身上还怀着一王骨肉 就说一王不真爱这个女人 也总归不会连亲身骨肉也不在意 见李茂犹豫 孙如言冷了脸 没用的东西 仿我一向气中你 一声呵斥 李茂终归挥起藤条 见过眼水的藤边 抽打在身体上 撕裂般的疼痛 令纸横脸色煞白 一边挥下来 纸横便跌坐在地 藤条蹭着尖脊打在后背上 一边过去 犹如烧红的刀子 划过身体 钻心的疼痛 纸横却咬紧牙关 背上虽如烙铁在烧 却发不出半点声响 她咬紧唇 唇上渗出血迹 纸横继都咬着牙吞下去 云儿只在一边 阴阴哭泣 纸横却不流一滴眼泪 纸横昂首 指尖第二边 已经高高扬起 眼看落在自己的身上 她眼睁睁 看着孙如言的心腹礼貌 似要将她的脸 牢牢记住 眼神一人坚决 礼貌不由的一正 此时只听门口有人高声叫道 翼王到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一夜黄飞 作者 悠然 演播 夜离 后期制作 野心 第十五集 第十五集 孙如言 孙如言 历时大惊 其余侧妃 已纷纷各自归整 妆容 指横 滑美的一群 一道触目惊心的裂口 她挣扎着坐起身子 云儿连忙趁机爬过来 抱住指横 公主 王爷 屋内的人 纷纷败倒 指横只见一脚 翻飞盘云袍 掠过眼前 翻飞的一脚 精秀的盘云 好似那天晚上 她初次见她的情景 只是此时此刻 如此心酸 她缓缓抬头 只见李昭南坐在上座 喝一口踩住凤山的茶水 孙如言 连忙走到她身边 笑着说道 王爷 怎么有空过来呀 怎么 你这儿本王还来不得了 李昭南一言 令孙如言脸上一热 随即略有些慌张的 望一眼指横 指横坐在地上 不能起身 虽然只是挨了一边 可那疼痛 令她难忍 李昭南转眼望过来 深深的目光 看不到尽头的黑暗 她淡淡说 这是怎么了 舍得你要如此动用私行 孙如言的狂妄 在李昭南面前 接化作温柔细语 她滴滴说 这杨妃 仗着公主身份 根本不将我这个义王妃放在眼里 我赏她几件衣裳 她反而嘲讽我 说着 竟捏了袖帕 假作是泪 指横倒是好笑 如此变幻莫测的样子 实在令她称奇 李昭南眼光 抬也不抬 并不看她 她起身走到指横面前 看着地上狼狈的美人 背上衣装 敬毁 甚至血迹 她微微凝眉 看眼瞪向直边的李昭 那眼光如刀似剑 李昭身子一抖 连忙跪下身去 一 一王 李昭南的目光 的确令人望而却步 李昭南冷冷看着她 说 谁叫你动手的 李昭南跪在地上 知乌不语 屋内心香缭绕 却一时静默地恐怖 许久 森如言才冷声道 是我 王爷助要责怪 怪我便是 李昭南目光如刀 似乎要将此人 千头万剐 李昭略为抬眼 却被那目光 再度迫使地 深深压下头 一个七尺汉子 竟吓得发抖 只横看着 李昭南的目光 竟有一瞬间 恍惚 李昭南 却转身 看向孙如言 他虽沉着脸 却也掩不住 面上的心虚 李昭南 缓步走到他身边 目光直直地 盯着他 孙如言不敢 直视李昭南的目光 只将眼睛 看向别处 我当然要怪你 李昭南 大魔说 你可知 那依料乃 其欲进贡 上等惨死 冷仇 左杆宫廷盛宴 皇上赏下来的 这就给毁了 你说我要不要怪你 而且 我李昭南的女人 是谁说想打 就可以打的吗 最后一句 一次一次咬出来 他果然是 够自负的男人 孙如言一惊 看向李昭南 随即竟娇柔地笑了 王爷 你 您不要吓唬我 说着 全然不顾 其余三妃 已在李昭南身边 撒娇道 那 王爷您说 那一付多少钱 我赔了就是了 孙如言刻意忽略了 李昭南最后一句 李昭南哼一声 重又坐下身 行了 弄得无言涨气的 少了本王喝茶的心情 说着 看向芷衡 目光凉无温度 你去吧 都散了 本王累了 云儿扶着芷衡站起身 芷衡看着李昭南 李昭南却不抬眼 静心喝着茶 孙如言站在她的身边 小心看她的神色 芷衡转身而去 李昭南 方缓缓移动目光 看着芷衡的背影 消失在门口 孙如言忙道 王爷 我叫秀丽 七七一活龙井 您稍坐 不必了 李昭南站起身 看向孙如言 如言 不要做得太过 杨志恒我再怎么看不上 她也是我一往的女人 孙如言面色如霜 却只得懦懦低头 是 如言知错了 李昭南看一眼旁边 怯生生站着的三妃 冷哼一声 甩袖而去 孙如言叫道 王爷 您 李昭南逃也不回 已然消失在狼角处 孙如言一脸柔色 终究变成阴沉 其余三妃自视识相的 见状连忙纷纷退去 彩珠道 王妃 这些衣服 拿回去 给脸不要脸 那就什么也不要穿 孙如言愤愤转身回房 留下彩珠与秀丽 面面相去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一夜皇飞 夜晚 露农花兽 平院中 云儿用清水 为纸横小心擦拭伤口 眼中含泪 公主 这日后下去 可怎么办呀 纸横拧着眉 明明疼痛难忍 却一声不吭 阴湿的屋内 潮气极重 纸横道 云儿 将门打开一些 有点憋慢 这些漏视并无窗子 若要通风 只能将门打开 云儿试了泪 转身去了 木门打开 云儿却惊愣在当地 月光如枝 细细交错的树影 凌论眼前 树影中 月色下 李昭南静静站在门口 依然冷漠的面容 依然 幽深的目光 亦 亦王 云儿愣愣的 亦王 只横回身 只见李昭南 缓步走进屋中 伟岸身躯 几乎掩住了 华美月色 只横眯起双眼 默默注视着她 半晌才回过神来 将已经残破的 一群拉好 遮盖住裸露的背 她并不行礼 只是冷冷地看着她 李昭南 夺步至床前 低眼看着她 只横面色如白纸 颜色憔悴 绝色容颜似 雨水打落的 另见荷花 娇弱却绝较 李昭南伸手扯下 她护住身躯的衣服 只横死命拉住 你来做什么 李昭南手上用力 脖紧撕裂的声音入耳 原本便破败的衣裙 华丽地被扯落在地 身上只于一件 纯白绣了 含苹梅花的小衣 花土腌制 含苹待放 女子敷如雪 唇似丹 梅雨烟唇 浮雨丝绸 相映作夜色里 最隐匿的风景 李昭南坐下身 修长手指 辅张纸横 白细的背 她的手积暖 俯过伤处 竟不觉得疼 上些药 不然会留下疤 我的女人 身上可不需要 半点瑕疵 李昭南说着 取出碧玉瓷瓶 随即便有药味 扑住鼻息 背上被清凉的药汁抹过 入骨冷裂 的确减轻了 火烧一般的疼痛 如此立竿见影 该是极上好的商药吧 纸横稍稍洗眼 看向李昭南 她的眼光盯在她背上 专注的样子 似乎不再有 颜霜笼罩在 俊朗的脸上 那份柔和与 坚毅的脸孔 融合得那样唯美 李昭南偷地转身 与她对视 挑唇笑道 听着我干嘛 爱上我了 纸横立时转过眼 心跳忽然失速 李昭南收起碧玉瓷瓶 起身道 你不要误会 我今日来 不过是告诉你一件事情 纸横抬头看着她 她的目光重归冷酷无情 因为公主和亲 大元与北明 结成英好 两国结交 签订盟约 不日 北明六皇子杨元克 便会到达大元 与我大元签订友好新盟 李昭南修眉一挑 玩味地说道 你这位和亲公主 可谓功不可没 为北明做出了 莫大贡献 哼 岂能不出现在 这样重要的场合 她上下打量她 那时候 若还是这样 憔悴的样子 不是丢我义王府的脸 结盟 贡献 纸横心中猛然一抽 李昭南高高在上的眼神 邪逆下来 黑玉一般的眼眸 却只照见自己 失神的面容 功不可没 莫大贡献 纸横只觉得可笑 自己对北明的怨恨 不是自那晚之后 她便了然于凶吗 此时 结成盟约 听来如此讽刺 李昭南 你是故意的是不是 你故意要羞辱我 要我难堪 原本以为 今生今世 再也与北明没有关系 甚至不会见到 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 可孰近 纸横眼里有浓意恨意 她攥紧双手 看着李昭南 曾经被北明皇室 视为莫大耻辱的她 曾经过着暗无天日生活的公主 如今却要为了这样的国家 承受如此的艰难日子 自己的不堪境遇 却换来了北明的万事平安 她不甘地咬唇 父皇 母妃 你们此时此刻作何感想 而作为我 又凭什么为了北明牺牲至此 如说这艰苦日子 是为了自己而已 她尚可以挨过 如说是为了北明 她无论如何也不能平衡 爱 无处安放 恨 却不能遗忘 执行起身盯着她 是你的主意 对不对 李昭南眉风一动 笑说 就算是吧 北明提出友好新萌 未免干戈 我只是劝说 父皇搭约了而已 你为什么这么做 杨执行看着她 她才不会相信什么 未免干戈这类虚无的鬼话 她李昭南纵横沙场 难道还怕了 北明冰垂小国 李昭南冷下脸孔 眼眸凝动 我李昭南做事 还需要向你交代吗 背上的伤 似再度牵动 只横吃痛 眉心微皱 李昭南淡淡地说道 还是照料好自己 一个月后 杨元克还有你的旧情人 赵玉卓都会到大院来 那时候 我可不希望你丢我 李昭南的脸 说完 她转身而去 只横追上两步 云儿芒抱住她 公主 你 只横这才惊觉 自己身上 只着了一件小衣而已 只横看着李昭南的背影 深埋心底的恨 被深深挖出来 暴露在清明月色下 李昭南 你既如此看我不顺眼 为何不干脆放我走 我宁愿做一个乡野村妇 也再不愿意踏足皇城 甚至家国的恩恩怨怨之中 可既然身在皇城 便必然不可抹去 那些深深浅浅的伤痛 月 冷冷挂在夜空 青灰碎 夜色无声 落花分坛 敲响了院落中 落满尘土的风铃 只横转眼望下夜空 北明国的方向 一切竟是这样可笑的轮回 没想到自己费尽心机 舍弃一切 终究还是逃不开北明 牢牢的掌控 自己终究被利用了 始作俑者是北明那些个 贪生怕死的大臣 刽子手 却是李昭南 月色中 一个人的笑影忽然晃过 只横心里一记 随而便是刺骨的疼痛 柳哥 为什么是你 为什么 你还要出现在我的生命中 自赵婉婷后 我便已经决心将你忘记 可阴阴梦中 月花灯灵 望自心上 是个王 难道只有死去 才能彻底将你忘记吗 恨不见 有天心伤 只横转身回坐在床檐上 一夜不曾安睡 大元与北明结盟 无端令王府中气焚一场诡异 只横虽身在平原 李昭南依旧冷如冰霜 连日来不曾露过面 可孙如言与其余三妃 竟未寻衅上门 偶尔连直盘遇见了 他们眼里的肚痕更加浓烈 这也只是冷言几句 不曾再有什么 只横奇怪 莫非他们以为李昭南 之所以历见李忍与北明结盟 全是因着自己不成 怎么会有这样可笑的想法 若李昭南果真对自己 如此情深意重 又怎会将自己放在平原 那破落的小屋里 不闻不问 时节如水 转瞬即逝 一跃匆匆过去 六月天里 火红的石榴 开满一王天府 莲池中的荷花 尚未泄尽 留着淡淡鱼香 缭绕池心 北明国使队已经入鸾阳城 暂于宫外 新馆住下 只待明臣 大元天子李忍 太子李昭玉 义王李昭南 怀王李昭慧 于华正殿 与杨元克签订盟约 再于必消殿 设下盛宴款待 夜晚 李昭南便派人 送来了上等胭脂 华美群商 明日 自己作为北明国和亲公主 华正殿中 亦有自己一位 想拿华正殿 乃是日早朝之地 并非谁人想 见便见得的 如今自己获彻殊荣 本该万般荣幸 只恒却只感觉到 凄凉无比 想想明天 该是怎样的场面 六哥和赵玉卓 将用怎样的眼光看他 六哥的眼神 是否依然温和 而赵玉卓 想想自己果真对不起他 也许他对自己是真情 才一心求取 一说不定 四日一早 沉阳微露 只横拙一身久违的华贵 大朵牡丹暗秀的 陛霞烟罗沙 尾夷夜地 纯白捐绣绿叶群上 碾细碎猪玉 盈光晶晶 身披金丝薄烟脆纱 高碗的发际 斜叉珍珍浅避玉不遥 花蓉月貌 若芙蓉出水 又似浮云飘渺 李昭南等在府门口 带他出府 府外伺候的侍女 兵将皆是一阵 李昭南亦有略略症了 孙如言短暂惊艳之后 目光变得暗淡 狠厉 精锐 指甲深深扣住掌心 亦不感觉到疼痛 只恒无暇顾及周边或惊叹 或极恨的眼光 与云儿走近高旁轮车 轮车烟飞色 车帘随风舞动 荡漾着锦绣华丽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一夜黄飞》 作者 悠然 演播 叶梨 后期制作 野心 演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演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